我全部上下 只剩下養內褲 面對三個女的助理 今天醉了幾個小時 蛤 兩個鐘頭不得了 最多 你感覺像阿里全王 這樣 我記得有一次呢 他要出國去作秀 然後我們到了機場呢 很自然的 大概就排成一列這樣子 那我記得那時候 就是我排在逃命 然後他的護照叫出去之後呢 突然之間緊急大作 啵啵啵 所有的電腦連線 全部呈現紅色的 這時候就看到那個海關人員 密有難色的 突然說了一聲 憲哥 不好意思 已被 憲至處境 一般的人聽到這裡 會當場昏倒 甚至是口吐白沫 沒想到我們的本土天王憲哥 居然是 欸嘿 哎呀 真的嗎 我被憲至處境 哎呀 開什麼玩家有什麼可能 你們在查清楚嘛 欸嘿 這時候呢 突然從另外一頭 就來了一位 出入境管理局的一位組長 很自然的 就把我們這一群人 請到了他們的辦公室裡面 這時候我們所有人 就坐在那邊 一頭霧水 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是因為 有一些稅務上的誤會 導致這個本土天王 吳宗憲被限制出境 那麼呢 憲哥也發揮他的所長 在短短的時間內 不到二十分鐘 籌到了上百萬的資金 然後繳了這個保證金之後呢 我們就很順利的 就可以出國了 那我想如果是一般人的話 這時候應該已經被關起來了 那沒想到 這位本土天王的心臟這麼大顆 對 太弱自然 完全的這個面不改色 覺得好像沒發生事情 感覺就好像吃了一碗肉跟麵 沒付錢那麼簡單 那我們就順利的出國去作秀了 我覺得他的心臟呢 是可能比牛的心臟還大顆 所以我在這邊非常敬佩他 那如果他沒有出去的話 你那次的表演會有很嚴重的事情嗎 如果那一次沒有出國出境成功的話 聽說是要被罰五百萬 因為他是主秀 我們只是在旁邊 跟康康變個小摩托 好我想出來 沒關係 我經過翼龍 他們應該認不出我是誰 所以我覺得 本土天王心臟真的夠大顆 好 謝謝翼龍哥 不客氣 我這樣他應該看不出我是誰 不會啦 憲哥那一次多少錢 幾百萬啦 大概七百多 八百萬 我的媽呀 你身上隨身帶七八百萬 沒有沒有 那本來就必須要繳的稅金 但是因為你一個人限稅 好像五十萬就不能 所以限制出境 那我們是已經繳了這個錢 但是因為當天 我有三次這樣的紀錄 的原因都是因為出現在禮拜六 禮拜六是公家機關是 辦演唱會都是禮拜六 對 那剛好 因為事實上 我們已經繳了這個錢了 所以他在禮拜六的時候 沒有把這個紀錄 過不過去 所以你是目前的狀態 是有欠稅的 那就把這個弄清楚了 把這筆錢從別地方領出來 然後再跟他們講說 八百萬 你現在看這八百萬 覺得很小了嗎 我跟你講 我們怕的都不是這一些 我們怕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有怕的 有一次 有一次在雲南 演唱會 昆明演唱會 很好啊 我告訴你 然後從頭緊張嘛 因為我們也覺得說 難得來一定要好好表演好嘛 後來整個演唱會 非常成功 兩萬多人 那還有什麼好怕 怕人太多嗎 怕的是隔天 隔天怎麼了 好 把飯店圍起來 我帶了八個助理 因為演唱會嘛 然後八個助理 當時那個御租你們知道嗎 御租 對 我御租 那統御三軍 所有人都歸他管 我跟你講 你負責 憲哥的鞋 衣服什麼 房間怎麼樣 然後所有電話不能打進去 一定要通過打到 不過什麼都發落好 隔天早晨 我們要離開 我怕的是這種小事 憲哥 你好好睡你的腳 昨天演唱會太成功了 真的 你好好睡 我說是 那我們飛機 剩下一個鐘頭的時候 我們這裡機場出發 你到 你也不用等 直接上飛機 很好 一切都弄到非常好 然後又禮遇通關 當地的政府 給我們那個特別通道 綠色通道 我說好啦 我就可以安心的睡覺 然後負責行李的行李 然後什麼的整理的整理 一切都弄好了 憲哥 可以起床了 冬天又特別好睡 好好睡喔 然後我就醒過來 然後一起來說 好 那我們就著裝之後 就往機場嘛 對不對 很好 等一下玉珠跟另外兩個助理 三個人就陪著我這樣 好 準備一部車 出發 賓士 家常行人就完了 好啦 結果 問題就來了 什麼問題 怎麼了 我的衣服呢 什麼 什麼衣服 打包了啊 全部打包 都已經在機場 我 那 就穿了一個內褲 面對三個女的助理 我說我的衣服呢 蛤 蛤咧 玉珠 蛤 衣服呢 都在機場 鞋子呢 鞋子 都在機場 結果怎麼樣 你知道嗎 玉珠最資深嘛 三個人開了一個小會之後 慢慢的從更衣間 拿了一件 飯店的浴袍 對不對 你就穿浴袍 我就沒有動 身體是講 已經氣硬了嘛 然後慢慢把我披上 手慢慢穿進去 然後鞋就拿那個浴室 那個有沒有 白色那個 布置布點的 我跟你講喔 如果是布的也就算了 身套很薄很薄 那種 不是 紙的 我知道 冬天的 穿著那個鞋 然後穿著那個浴袍 上電梯耶 好啦 好慘 我就說至少戴個墨鏡 那墨鏡是誰的 為什麼你要戴墨鏡 因為我覺得太丟臉了嘛 給個墨鏡 結果是 是女用墨鏡 那邊心臟真的夠強 有一次呢 那一次我印象滿深刻的 因為我們是2點要錄影 所以造型就是1點的頻道 馬賽克打彎囉 他到了1點的時候呢 沒有看到憲哥的人 怎麼辦呢 打電話 憲哥那邊聲音一樣依然很熱情 欸 玉琳 什麼事情啊 憲哥 1點了咧 喔喔 你放心 我出門了 喔 那我們聽到出門就放心了嘛 好好好 你會想說 憲哥家離攝影棚 最多30分鐘啊 那既然出門了 那我們就 就放心了 沒有想到 1點 2點過去了 到3點 還是沒看到人 怎麼會這樣 當天的觀眾 不是阿嬤 阿公 就是小孩 那 常錄影人都知道喔 全世界有兩種人的最可怕 小孩 因為他不能等太久 他們要睡覺 阿公阿嬤呢 要尿尿 好 所以呢 精神壓力非常大 那不斷的一直有 那個觀眾跑到我身邊 是要哪個不來的啦 是要哪個不來的人咧 好 所以我打給他的時候 我非常的非常的恐慌 憲哥 阿玉琳啊 我快到了 可是憲哥你剛剛不是說 兩個鐘頭以前 你就說你出門了 喔 我出門啊 但是我忘了跟你講 我在台中啊 不是在台中出門啊 出門啊 果然1點該到 他到的時候 就已經3點了 好 那我佩服他是說 遲到了 3點鐘才來 但是沒關係 因為他是巨星 而且大家對他很期待 所以還是可以接受 他一出電機門 大家熱烈鼓掌 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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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連網上去迎接說 憲哥 來 舒化妝 不用 我無中憲 不用靠這個 麥克風給我就好 可是憲哥 內容你知道嗎 不用 有大字報就好 那我就跟接力賽一樣 我就把麥克風錄給他 就接過麥克風 直接就到攝影棚去了 到攝影棚就開始主持了 當然 那個 妙趣橫生 錄影錄得非常的成功 但我總是覺得怪怪的 好像跟我們設計的流程 跟大字報型的流程不太一樣 那我就經不住好奇呢 快要Ending的時候 我就瞄了一眼大字報 才發現 憲哥根本沒有在看大字報 為什麼我只讓他沒在看大字報 因為那個實習生 那個拿大字報的工作人員 從頭到尾大字報是拿顛倒的 那怎麼看 那就表示這樣沒有在看 不過從這一點呢 也可以證明 憲哥除了心臟夠強之外 那同時呢 他也自身是一個天才的組織 即便不知道流程 他也一樣可以把進入組織 這樣很好 唉唷 天天都翻天啦 所以你就照自己意思就錄 我跟你講 我們就喜歡 就是其實攤多嚼不爛 但是有時候會覺得 台中中午有一個秀 去一下 然後再趕回來 那以前沒有高鐵嘛 是 對 時間很難拿捏 幹嘛要兩個小時 都十幾年了 現在那一天最幾個小時 最大 兩個鐘頭啊 對 那其他一有時間 我就可以錄一下 就錄一下 我有跟他錄上來 那支表演啊 憲哥都不妥的 是真的沒睡覺 他那支啊 一直弄 然後電電 他還是起來